这是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美国多项最新民调显示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金里奇 正在巩固他的领先优势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谁将胜出 共和党能否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 夺回白宫 另一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金融界贪婪 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虽然运动的组织松散 但是却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 华盛顿抗议者在国会举行抗议 声称要夺回人民的议会 占领运动对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何种影响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 一位是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利Judice Shapiro 另外一位是华夏商业咨询创建人 谭慎格先生John Tasik 好 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共和党 推出了这么多的候选人 也举行了好几轮辩论了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谈谈 你们两位不知道怎么看 这几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最终到底谁能胜出成为共和党的 最终就是总统的候选人和奥巴马来竞争 我还是觉得现在是一个两人的比赛 两人的比赛 就是罗姆尼前任马萨兔塞州的州长和金力气前美国国会众议员的议长 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是聪明 第二是非常有基础的组织 第三是他们的知名度非常高 其他的八个人都有他们的问题 除了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之外 其他的都没有希望 所以洪博培他有希望就是因为他本人是比较怎么讲 比较好看 好说 他的经验很丰富 他以前是当做 也当过州长 当过州长 他当过兵 他是在海军两年 他在国外也有经验 但是他的知名度比较低 百分之一二 也就是说看来这个谭慎格先生是给排了一下名 前两位竞争的是金里奇和罗姆尼 那把这个洪博培排在第三 不知道这个夏教授怎么看 这民意调查 最近的民意调查是说 就是两个人才有希望 可是呢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很难说可能还会有 我们还没想到的人可能会出来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人呢 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为什么 能够看 共和党派的那些候选人都是这么衰弱的 都是有问题 包括前面的两个 我是好高兴 我觉得奥巴马是毫无理论 虽然奥巴马目前的民意调查是说 奥巴马就是很多人 他的支持率是非常低 可是呢 你看到这些共和党派的一些候选人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奥巴马是很有希望 我最近的民意调查是显示 还是反映 罗姆尼在一个中大选的时候 可能会打印 可能会打印 今年期只差了两三个百分点 所以我觉得大选还有一年 差不多一年嘛 现在主要的是下个月初的 出选 爱尤瓦州的出选 不一定 怎么说 草根选举还是什么 干草选举 怎么讲 Straw Pole 我觉得 今年期在爱尤瓦一定要得赢 刚才我想 接着刚才夏竹立教授的 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批评 当然夏教授说很高兴 看到共和党这些候选人 一个一个都很弱 所以我想到实际上在上一次 奥巴马总统获得 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有人就评论说 因为共和党拿不出像样的候选人来 说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太差 推出一个来成为一个笑话 那这次共和党又推出了一些候选人 比如说这个Herman King 叫凯恩等等 很快又就出来了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丑闻等等 然后很快就退出了 我非常遗憾那个Sarah Palin不参加 Sarah Palin参加的话题 还是喜欢Sarah Palin 潘兰州长 她也是有风格 她有性格 怎么讲 那我说真的呢 罗姆尼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非常有力的一个政治家 虽然她比较文和 文和她会吸引中间派的票 现在她的政治立场 比金尼奇还是 还是骗右边 骗保守 人家说罗姆尼她的问题是 人家没有办法知道她到底相信什么 她不断地改来改去 罗姆尼她的成就是不能忽略 她在马斯图塞州 她也减少了州政府的预算赤字 她在马斯图塞州也进行了一个 比较普遍的议改 虽然共和党的基地投票者 预律马斯图塞州预改的条件 但是这个预改会证明 罗姆尼州的自由能干 所以是医改 医疗改革 这位民主党派的人 我是觉得 我比较害怕的是 罗姆尼会被选上 因为罗姆尼跟奥巴马 很难说这个结果 可是那个金尼奇跟奥巴马 我是很放心了 我知道奥巴马可以答应他 因为这个金尼奇 我们如果谈到他的话 让好多好多问题 道德问题 伦理问题 还有就是经常疯狂的一些问题 还有他过去的这些前期 他会讲他的坏话 他过去讲了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什么要住在月亮上 还有把一些镜子放在太空里面 让这些高速公路就用太阳能 就用这个月亮能 月光可以来照路 不用用电 很多很多疯狂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放心的 这是把您的注意力集中在小事 那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 问题是小的事情 他很容易就是这些 说真的 金尼奇是共和党的最主要的理论者 他说是知识分子 他是有波士学位 他是非常本人非常聪明 他也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能表达得很清楚 但是他过去当过议长很重要的这样的职位 会不会他过去的政治上的这些 在美国叫政治遗产 实际上不会给他带来很多帮助 反而是从负面帮助他 可以可以 他1994年共和党占领了国会山庄的时候 就是因为金尼奇他本人他一个人 国会能够推出减少美国联邦赤字 美国预算赤字的那个成就 现在问题是我们要记住 他代表他就是在国会的时候 他们会员他给他罚了款 因为他有伦理的问题 罚了三万多块钱 不 三十万 罚了三十万 就求他不要 就是求他要退 后来他退出来 所以他没有在国会里面 没有很多朋友 他有一些判断问题 他有时候判断 他现在参加这个选举的时候 他从事就要卖到自己的书 人家说就是说不合适 完全合法 又把自己是合法的 可是他就表达 他是有一些判断上的问题 这就是党与党之间的竞争 奥巴马他参加选举的时候 他有很多就是有两本书呢 可是他并没有去卖书 让自己赚钱 在参加选举的时候 现在呢 他们我看了一些文章 他说他又他这个 Gingrich他又去发言 又去卖书 那书呢 书的钱书的收入 是在自己口袋里的 不是 so what you know 整个没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觉得 这完全是党的 民主党的宣传 这不会影响 所以坦仁格先生 还是相信 这个金里奇能够成为 最终成为 我自己 我本人 还是比较支持金里奇 我还是与罗蒙尼不太舒服 我想再让两位说说 就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叫Rick Perry 佩里曾经一度就是在 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 表现非常的好 好像势头也很好 那一阵人家说 很多人都说 佩里可能就是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 不过他前段时间 这个竞选演讲的时候 这个出现了一两次 这样的在美国 叫oops moment 先是说自己 我当选总统以后 我要删掉三个内阁部 最后第三个部 说不出来了 然后呢 后来又说错了 这个投票的这个年龄 那后来 现在他就已经 似乎慢慢的 就是这个 好像在 要消失出去的样子 是因为这些 竞选的时候的口误呢 还是其他的原因 佩里 我觉得佩里现在 不是一个比较 可信的一个 为什么 不是可信的 就是不是一个 credible的竞选者 就是因为他说 他每次开口 他说错话 所以我觉得 他的持续能力不高 我觉得 上面这两个人 罗姆尼和金利奇 就是这两个人 只会当作 说错话可能会成为问题 我想到就是 就是在奥巴马总统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他也说错过话 他曾经说美国47个州 当时也有很多批评 但是他仍然当选了 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 47个州 这个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47个州 47个州 57个州吗 57个州 就是包括管道 马里亚那斯大 波多利国等等 但是我觉得 佩利他每次开口 每次讲不对的话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半的选民 一听这一类的说法 他们就觉得这不行 所以我觉得佩利 我敢保障 我要赌钱 一百块 所以佩利不会当作我们的 刚才谭先生谈到 就是前犹他州的州长 John Huntsman 洪博培 他一 谭先生认为 他是在共和党里面 排第三位的 夏教授怎么看 我只是看民意调查 民意 民意调查 他是最低的 支持率好像非常低 其实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他可能这个人是 可能主要问题是 他谋门教 可是那个 罗密也是谋门教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共和党派 不喜欢他 这是自选的嘛 罗密尼他要精选 Huntzman他也要精选 就是他们不是因为 不是共和党去拿他们来 就是他们自己要精选 那Huntzman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实力不高呢 第一他没有花了很多钱 这是钱的问题 他父亲 我听说就是 就是他父亲上个礼拜 要补充他的精选活动 给他钱 给他钱 我觉得罗密尼现在的 竞选的战略 跟30年 35年以前的老部系 竞选战略差不多了 他要 他要 他要创造一个文和 一个比较合理的 比较重力的一个面孔 这样的说 这样了 那这个候选 这个总统候选人 能选他当做副总统的候选人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查党的代表人物 Michelle Buckman 巴克曼的议员 他在刚刚开始宣布要竞选的时候 一度曾经也是呼声很高 当然好像后来他也在竞选当中 也说了一些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说到佩里说这样话 比如说他在不久前他在亚华州的一次竞选会上说他说美国应该关闭在伊朗的这个大使馆 实际上他忘记了美国和伊朗已经几十年没有外交关系了 他的这慢慢的淡出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个查党曾经是给人种感觉好像要在这个共和党里边要异军突起的样子 但是慢慢的也销声匿迹了 查党本 基本上查党是注意国内的政策 而不是注意国外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巴克曼可能他竞选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都是在国内的政策 第二 他是比较好看的 特别美丽的一个竞选人 他是一个合理的很和气的一个人 他收养了23个养孩子 他本人是很好 他是好人 所以人觉得对他来说 选民可能会觉得巴克曼是好人 我喜欢他 但是加入他不太懂国外的政策 那我觉得最好就是不选他当做总统 夏教授是怎么看巴克曼的 说老实话 共和党派的这些军选 我在等待看摄影才注意到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疯狂的人 像查党 查党这些人是疯狂者 我就是觉得非常遗憾 有这么多美国人相信这些人 这么极端 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刚才谭正格先生谈到查党的时候 说查党是比较关注美国国内政治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不太擅长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美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看到一些民意调查显示 说外交政策是奥巴马总统的强项 那么现在在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里头 哪一位候选人在外交政策这方面 能和奥巴马来辟敌 当然罗姆尼和金利奇 都是有非常强有力的 国家安全的资格 他们金利奇一直是 主张美国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防御国防 罗姆尼最近还是注意到 美国在海外的受中国的压力 受中国的攻击 不就是在中国南海 还是希莱里所说的是 菲律宾西海吗 还是 中国要缩小国际在海洋的航海自由吗 但是罗姆尼也注意到 中国在经济和金融和工业 制造业 贸易的不公平的进展 那么最了解中国的人 当然是赫斯曼了 赫斯曼他会讲中文 又当了中国的大使 奥巴马最近对中国也开始 他也说我们他的外交的优先政策 就是怎么样应付中国的和平决起 这个说法并不是 我们很疑虑中国的威胁是很大 他这种说法是中国的崛起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他也跟中国合作 这是比较客观 比较 我觉得在共和党里面 这一类的对中国的立场是比较可怀疑的 刚才我们在谈共和党的哪一位候选人 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和奥巴马总统来辟敌 两位都谈到了对中国的政策 那么现在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美中关系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 就是被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甚至有人就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连之一都不是就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那么美国的中国政策在总统大选里头 到底有多大的这种影响因素 怎么来看就是最近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些 在辩论的时候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论 我还是觉得共和党是很怀疑中国 特别是贸易方面金融方面 越来越共和党的基地 他们怕中国要垄断全球的资源 全球的石油责源 觉得中国有意把中国变成全世界的最强有力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在外交方面 美国共和党的一般的选民 是怀疑中国是要不公平的跟美国竞争 美国应该跟欧洲亚洲的民主亚洲和其他的盟友 不是联合起来 而是协调起来 协调起来 为了平衡中国的势力 中国的力量 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影响 今后一年美国经济还要继续划破的话 美国选民可能会想 这会归罪于中国 归罪于中国的不平等的 不公平的政策 在这种现象发生的话 我觉得奥巴马 他可能会采取对中国 更有力的 更有反抗的政策 夏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极调的问题 因为确实中国在上升 中国他确实是在这个世界上 跟美国跟其他国家竞争一些资源 可是我们是互相依靠 没有中国的资本 那我们就破产了 那么中国给我们贷款 我们就买中国的给制造的产品 那我们互相需要 所以你如果在口头讲 什么很多中国是我们的敌人 那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处 我觉得可能民主党派 是比较理解到这一点 他可以管理这个关系 能是说吗 管理这个关系 管理这个关系 那么共和党派呢 他可能会口头讲一些 比较抵抗性的一些话 就反对中国 那这是可以理解 因为确实呢 我去了一些地方 小城市 原来只有一两个工厂 那这些工厂都移走了 可能移到中国去了 这些人都没有工作了 感到很贫穷 很没有希望 那他们责怪中国了 所以这些呢 这些人呢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 他们的观点 确实我觉得 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整个地球 整个权力关系 有一些很大的改 那中国的上升 他的这个和平和谐 和谐上升的那个 看怎么样管理这个关系 那么当然我觉得 中国跟美国应该 更多的互相交流 互相谈话 互相理解 互相认识 那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左一点的关系 的一个观点 而不是说 我们要比如说 contain 遏制 这个好像没希望了 就不客观 我觉得不可能 contain 中国的权力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谈一下以后呢 我们就谈谈 那个占领华尔街的问题 我想让两位评论一下 奥巴马总统 担任总统 三年多以来的 中国政策 是否成功 中国政策 第一年 是非常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们 2009年 欧巴马政府的立场就是 让步 在2009年 特别是在丹麦的那个 全球气候 全球变暖 变暖的那个 气候会议 欧巴马受到中国的 不好的批评 去年 2010年的三月份 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 开始受到 中国海军的 比较强力的压力 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开始觉得 中国是一个问题 南中国海 摩擦发生的时候 发生的同时 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英伦英西亚 都偷偷地跑到美国来 说你们美国人 不要撤退 我们需要你留在地区 保持维持安全 地区安全 去年9月份 在钓鱼台发生了摩擦 日本也跑到美国来说 美国我们是盟友 美国会不会向我们做一个承诺 你要支持这个 通盟条约 美国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觉得 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受到 都觉得中国是一个军事威胁 从那个时候起 我觉得西莱里 特别是西莱里 我觉得奥巴马也是那样的 西莱里 她的态度 她对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显地 有经过一个变化 一直到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 东亚地区 觉得中国以战略来说 以军事 不就是经济金融 不是军事 国际安全来说 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你问我奥巴马对中国的政策 是成功的不成功 我觉得第一年不成功 最近18个月 我觉得就有点成功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夏教授怎么干 我觉得这种 希拉里在澳大利亚 她讲了一些比较强烈的话 比较抵抗中国方面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危险 因为中国国内也有一些 比较前右的反美国的一些人 他们也会喜欢我们的关系 就开始比较不友好 比较极端一点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些中国的邻居 他们是有一些害怕的感觉 因为中国的权力确实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都是小国家 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权力 会是怎样用的 特别是在他刚才讲过的一些地区 这有一些华氏燃料 还有一些很多重要的一些资源 那中国当然愿意控制住 因为为什么中国国内也有 他的一些考虑到的问题 他怕能源方面不够 还怕一些别的 他必须要满足他自己的这么多人 所以他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微妙的 我们不可能把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搞得不友好 这是不好了 交点对话居家热点 我们稍后回来 换一个话题 我们来谈谈占领华尔街运动 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